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 今天开放第12轮疫苗预约的新进度 我们来看现在早上10点开始 好多人上网预约 就发现已经有点卡卡的 您预约到了吗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一次 也好多人要预约 针对对象有 我们看像是在BNT的部分 如果您是打第一剂的人 而且大概是23岁以上的话 一共有93万人 还有接下来我们看莫德纳 要打第二剂的人 其实也蛮多的 以及再加上接下来还有AZ的部分 也都要预约施打 那针对对象跟上面的年龄 都提醒观众朋友 务必要特别留意 其实从今天开始 可以开放预约 一直到接下来27号 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预约到 明天后天还可以持续在上网来试 那这个施打的时间上面来说 BNT是10月28号打到10月31号 莫德纳也是10月28号到11月3号 其实时间上来说还蛮短的 那其实我们有时机问到了观众朋友 说10点的时候才刚开放 网络卡卡的当机等了至少5分钟 才跳到网页上面 就有预约民众说奇怪了 比起之前这一次怎么更卡了 好不容易盘到第二季 莫德纳开放预约 守在网页没有想到 迎来的却是系统当机 让上班族真的好生气 幸运点的完成了资料认证 但难关还没过去 按下确认送出 但网页怎样就是没反应 25号早上10点开放第12轮 线上和药局预约 不只网络问题多 药局现场更是出现状况 要是忘记意愿登记 就得再等下次 让不少民众扑空 这次第12轮疫苗预约 从25号早上10点到27号中午12点 开放23岁以上接种BNT第一剂 和18岁以上 且在7月16号前接种过莫德纳疫苗 并且要预约第二剂的民众 预计将在28号开放接种 至于第一剂BNT和第二剂AZ接种 也考虑放宽接种资格 不过预约疫苗接种 却每每都会遇到网络卡卡的状况 只希望政府能尽快改善 网络官网上胡锡宇台北报道